有没有试过单子下了后就不看盘 如果一直在意短线 那会非常难熬 许多投资人常感到每天都想进行交易 没有参与到市场行情就感到不安 这种投资人多半没有试过一旦下了交易单 就不再过度关注股市的波动 但这种冷静的观察方式 却可能会带来更好的交易结果 对于一些投资人而言 必须每天不断关注短线的波动 这可能会让他们每天花4到5个小时在盯盘 最终感到焦虑和压力 真正的高手在建立交易单后 懂得等待一段时间 他们注重的是整体趋势的变化 而非每天瞬息万变的短线波动 投资人可以学习高手操作 每次下完单子之后 先选择观望市场一段时间 并且保持冷静的态度 分析市场整体的走势 不受到短线波动的影响 这样的操作方式 更有助于制定长期且稳健的投资计划 进而取得更好的交易成果 张雨鸣分析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 搜寻了关键字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鸣的YouTube频道